医生提醒,过了七十岁,要少散步,多做这两件事,许多老年人不重视。 孙大爷今年七十二岁了,身体还算不错。 年轻时,他就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并一直保持到现在。 他每天早晨都会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和老朋友们一起聊聊天。 这不仅是他多年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之一,也是他社交和放松的方式。 然而,最近几天,孙大爷开始注意到,散步时膝盖总有些不舒服,隐隐作痛。 这让他有些困惑,毕竟散步是他多年来一贯的习惯,怎么现在反而出了问题? 一天早晨,孙大爷又一次感到膝盖疼痛,他决定停止散步,回家休息。 回到家后,他坐在沙发上,揉着膝盖自言自语道,难道真的老了?身体大不如前了? 孙大爷的儿子听说了这件事,连忙带他去了医院检查。 医生详细了解了孙大爷的情况后,告诉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逐渐磨损,长时间散步可能对膝盖造成负担,不建议过度进行。 孙大爷心里犯难了,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散步,这可怎么办? 医生笑着安慰他,不需要完全停止散步,只要适量就好。 另外,还有两件事对您的健康非常重要。 一、七十岁后,身体为何容易出问题? 过了七十岁,许多人会发现身体状况突然变差,甚至有些老人会突然去世。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生物学因素,遗传基因,免疫系统衰退和慢性疾病都是导致老年人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免疫系统逐渐变得脆弱,比抗力下降,使得老年人更容易患上各种疾病。 二、生活方式,不良的睡眠、运动和饮食习惯会加速身体机能的衰退。 过于单一的运动方式,如长期的散步,可能对关节产生负面影响。 三、心理因素,孤独感和抑郁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缺乏积极的社交和心理支持,容易导致情绪低落,进而影响身体健康。 四、经济和医疗因素,经济困难和药物滥用也会对老年人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老年人可能会因为经济原因忽视健康问题,或因药物副作用而导致身体状况恶化。 二、散步的好处 对于老年人来说,散步的益处尤为显著,特别是在增强心肺功能方面。 散步时,心率会逐渐上升,这促使心肌更加有力地收缩,从而提高心脏泵血的能力。 通过散步,老年人能够降低心脏病和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力量和耐力会逐渐下降,而散步是一种有效的锻炼方式。 散步不仅可以加强腿部和臀部的肌肉力量,还能刺激骨骼生长,增强骨骼密度,预防骨质疏松。 当老年人进行散步时,身体的运动能够刺激肠胃蠕动,帮助食物在肠道中更顺畅地移动,从而减少消化问题。 此外,散步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降低患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等慢性病的风险。 良好的散步习惯还能帮助老年人调节身体节奏,促进深度睡眠。 良好的睡眠对老年人的健康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恢复体力,增强记忆力和提高情绪稳定性。 三,少散步,多做这两件事。 过了七十岁,虽然散步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但也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健康状况来合理安排。 如果身体状况允许,散步仍然是推荐的。 然而,除了散步之外,过了七十岁的老年人还可以多做这两件事。 一,均衡饮食。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代谢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因此对营养的需求也会有所不同。 为了维持健康,老年人需要特别关注饮食的均衡性,确保摄入足够的营养物质。 蛋白质是老年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营养素。 它对于维持肌肉质量、修复身体组织以及免疫功能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 建议老年人多食用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鱼、禽、蛋、奶、豆质品等。 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是老年人饮食中必不可少的营养素。 老年人应多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和全骨类食物,以获取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同时,还需注意减少盐、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以预防慢性疾病。 二、增加脑力活动。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可能会逐渐下降。 然而,通过进行适当的脑力活动,老年人可以保持思维活跃,延缓认知衰退的进程,甚至提高认知能力。 阅读、写作、绘画、音乐、舞蹈等兴趣爱好都是非常好的脑力活动方式。 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刺激大脑皮层的活动,提高思维能力和记忆力,还能带来愉悦感、缓解压力和焦虑。 参加社交活动和志愿者工作也是非常有益的脑力活动。 通过与他人交流、互动和合作,老年人可以锻炼社交能力,增强自我价值感和满足感,减轻孤独感和抑郁情绪。 四、七十岁后,走路要牢记三计。 七十岁后,身体机能逐渐下降,走路时需要特别注意。 一、记过度行走。 许多老年人认为日行万步是健康的标志,但实际上,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体能不同。 过度行走可能会给关节和骨骼带来过大的负担,增加关节炎和骨质疏松的风险。 建议老年人每天走七千至八千步为宜。 二、记走路姿势不正确。 老年人走路时,应保持正确的姿势,挺胸、抬头、摆臂,避免背着手走路和迈大步走路, 以减少关节损伤和增加身体协调性。 三计突然停止。 走路时如果突然停止,可能会导致头晕和过热。 建议慢慢开始和结束走路,通过逐渐加速和减速来避免突然停止。 结语。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健康状况不同, 老年人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并听从医生的建议。 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当的脑力活动, 老年人可以在晚年的路上走得更远, 享受更加健康、幸福的生活。 转发生感程度和平等 医生感程度和健康状况地下来救出这些生活。 感谢观看